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鼓励同学透过了解和欣赏中国建筑文化 探索建筑背后的意义 从而更好认识我们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希望同学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发挥你们的才华和创造力 开幕礼当日举行了初选评审 参与的同学都很努力介绍自己的建筑理念 Ricky和Mini, 我记得每个模型都很出色 究竟哪个设计拿金像呢? Gora姐姐, 不用心急 我们立刻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总之每个获奖的作品都是实至名归的 来到班长礼当日 总评审团作出最后的评审 我们所有参加的同学都很紧张 我真的很感动 原来香港的中学同学的创意非常惊人 尤其是建筑和设计的创意 看到他们的真实的作品 模型、剪板、画图和制作过程 其实香港的同学设计的想象力 甚至空间的想象力非常强 最后, 最创新思维金奖 由圣高会陈庸中学的镜中洞天奪得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在活动室里面 有三个分隔而成的 它上面有一些弧度 可以减少承托的重量 三个活动室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是一个被人休闲的地方 创造的过程中最难忘的地方 是建造假山的指尸网的时候 经常惨不及时经常受伤 最后我们成功去建造一个 比较逼真的山也很感动 最佳模型金奖就由金文泰中学的 春风柱奪得 我推介的是它四合院的特色 它是由正房东西商房和倒座房 去造成的 而且我们这个是比较丰丰 因为它是由窗户做了一个对流 这个就是我认为最好的特色 我觉得最难忘的是 创造这个春风柱的过程 我们基本上那两个月都是天天放学 都在DT室去造这个模型 其实我是第一次在中学生涯里面 天天都在放学流到这么久 去造一样东西 其实我感觉到自己是 有为这个作品付出的人 而东华三院 冯凰凤庭中学的桥梁水坝 就获得最佳可持续金奖和荣誉大奖 沙田区附近是一个岩洞 是有数据证明它可以用来储水 那我们就是设计理念 就是干河的时候就放一些水进来 泛滥的时候就引起水出去 我们最难忘的是 就是做李思亭屋然的时候的弧度 我们那时候谈了很久 一直都未落到订论 最后老师跟我们谈了一会之后 我们都最后可以制作到 我们现在这份作品的亭 我感觉很庆幸 真的没想过自己能获得这一场 所以我也感觉到很开心 都学了不少东西 见过不同的人 给一些专业的意见之类 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恭喜所有得奖的同学 希望大家皇后 可以好好运用这次的活动经验 向着自己的理想努力 这一集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跟大家见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